球在右外野方向相當深遠 不用追了 又是一隻拳雷打 我覺得這是飲食街跟廁所 這是最大最大的落差 然後像飲食街以前就是寥寥可暑 甚至就是擺地攤的方式 那今天是直接有進駐這種飲食街 讓人家覺得那個品質跟水準 就會覺得落差很大 會讓你想要再來一次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廁所吧 因為其實像我就很在意廁所乾不乾淨 因為這感覺就是是第一個最大的觀感 廁所完全就是飯店等級 所以我覺得來過一次新莊以後 真的會想來第二次 甚至我不是副邦迷 我也想要再來這樣子 覺得最有感就是廁所的部分 因為它就是變得很乾淨 然後又有很高級的感覺 就是我覺得還有一個點 就是因為有那個電視 所以就是在等上廁所的時候 也不會就是錯過球賽的部分 我覺得廁所的部分 其實改的部分蠻乾淨的 而且變得裡面不會有太臭的味道 我覺得廁所跟以前差蠻多 因為以前會比較髒亂一點 那現在是跟百貨公司很像 就是比較整齊這樣子 我覺得是裝了很多螢幕 因為這樣子可以讓我們在球場的四周 都可以隨時關注得到比賽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不要忘記到粉絲團點個讚 或是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唷